好了 欢迎回到林北的频道 今天铁丽回到家里了 然后前几天被抓去干活 干农村 然后干很多东西 然后幸好我还活着 所以今天回来继续我的废话 这几天有看我视频吗 昨天到位 昨天我说那个超低 那个level还到位 还行吧 好了 今天就讲一讲这些 12个币 然后中间我会宣布 2022万字票中奖号码的赢家 然后顺便看看几个无聊的留言 谢谢你们每次给我题材 不然我不懂 有什么好笑的东西 跟大家分享 好了 回看昨天 昨天我们视频 我昨天还在小黑屋的时候 说到以太坊这个level是低了 应该反弹一波拉到3150 然后这一波 如果你抄底的话 上去应该赚的不少 今天你会看到很多分事师 上网网上去找那些 YouTube上的人 他会说什么牛树回归 牛回来了什么鬼的 先谨慎不要太过的 还一步一步看 他还要克服最后一个难关 以太坊 如果这关可以克服了 那个牛才有希望 如果这关不克服的话 牛还是会被贬下去的 ok 所以这一波我讲了一个礼拜了 以太坊会回归这个level ok 然后这个level还是一样 313到314左右这里 ok这里有一个蝙蝠形态 所以你的多待 如果你现在拿到这个level的 继续拿着 我觉得313以上再考虑要不要止盈 来到这里 我不知道能不能突破 能突破也不要追 能突破他还会回彩的 你给他真正的拉一个上去 然后真的突破这个蝙蝠了 我跟你告诉你 这个思路全部要清楚 你给他真正的回彩到支撑 我们再去解脱 ok 这个是如果你是看多的思路 但如果你是看空的思路的话 他来到这个level 你看到假突破RSI从超买出来 你可以考虑去空一波 今天这个行情 我也不知道到底会不会继续的拉 但他真的在吃了回彩 这个趋势线上 你还是可以考虑做多了 多到这个心态完成 这个level附近 ok 这是以太坊的思路 然后看看比特币 OK比特币就差不多了 42,000差不多了 可以我来量一量 所以昨天讲的这些level都很准 这个就是老铁的厉害 所以要早日学习如何看盘 看得有老铁的50%的话 先来报名学习 这个是最快的速度 如果你很有时间 你想要慢慢的学习也可以 就每天看视频 看看我翻译的这些书 而且交易123都是我在翻译的 OK 123 3还没有出版 今年会出版2 OK 2 这个是私人发布的版本 已经出版了 然后一下没有货 3月份会补货 从1开始看 OK 这些最便宜的方式 便宜有便宜的方式 你要快有快的方式 对不对 你要驾toyota 还是你要驾发达里 都可以 随便你们自己选 OK 重要是 能够比较看懂这个行情 比较容易赚钱 我怎么说 我不要说你什么一夜暴富 那种什么鬼的我不提倡 这种东西的 好了比特币这一波再拉一拉的话 要小心的 现在RSI进入超买区了 然后很多分师师都告诉你 冲牛树回归什么鬼的 但我还是很谨慎 这个level不破 这个蝙蝠只要还hold得住的话 4万2的这个level只要不破 可能还是会被砸堆拨下来的 然后真的要做多的话 你等它回归这些 去时间支撑再考虑 好不好 不要急 有的是时间 市场永远在 只怕你不在 OK 这是比特币 来讲讲狗币 狗币要回归1期了 Doggy Doggy OK 狗币要回归了 这个我也是花了很多个 差不多一个礼拜了 我说会回归到163左右 所以现在开始在拉了 OK 这个是支撑了 可能会继续的拉 拉到163的时候要小心 这里有一个蝙蝠形态 我不知道会不会从这边开始 再调整一波 但如果你昨天多的话 你可以考虑拿到163左右 OK 这是狗币 然后Mbox 没有听过 Mbox Pbox 我懂 Mbox 我不懂 Mbox 还是在底部支撑区 OK 谈了一次上来 谈了一次两次 谈了第三次再上来 然后不知道会不会再上去谈第四次 这个币 感觉流动性没有很好 然后 我也不懂他们这个项目是不是玩完了 但我只能说 如果比特币 泰访都会来牛市 什么币都会起始而生 其实这会复活 然后如果比特币 泰访不拉上来的话 应该其他币也没有什么希望 Mbox 我也没有太过的 乐观了 我觉得最多也给他拉到一个3块4 3块半 这个是最高点的 只是不懂会不会继续拉 还是他会再次的回踩 这个支撑再会拉 OK 都有可能 反正你昨天不多的话 今天这个价格也不要注意了 如果有再次回踩到2块6毛半以下 再考虑 然后上来3块3以上就要考虑出场了 可以先做波段 现在不建议就拿长线 来 蚂蚁 蚂蚁上述 我学说过这个诚语 看到这个蚂蚁就在反转区徘徊了很久 一次两次三次 不知道会不会跌 OK 然后这个形态算失败了吗 我看一下RSI从这里 他到了117的level 其实是有爆增量的 所以我还是看到他 应该没有这么容易打破 只要这个曲线能够hold得住的话 他还是有可能会调整一波的 三八二调整回到曲线上 有可能的 所以他是有空蚂蚁的 坚持一下 这里好像类似出现了一个头肩顶了 然后只要8块1左右这里不破的话 还是可能调整下来 然后可能你6块半左右要止盈出场了 OK 这个是蚂蚁 然后来宣布2022活动赢家 自己配音看 现在没有钱剪辑 没有钱请editor 视频剪辑人 好了 我直接宣布了 第一奖 中奖号码 2615 这位朋友叫Jeffson Wang 他猜的是2615 猜的时间是1月14日9点03分 恭喜恭喜 Jeffson我们的助理们会去联系你 希望你给的YouTube的名字是正确的 然后你email也联系得到 第二号码我就不透露了 怕人家过去骚扰你 跟你借钱 OK 所以Jeffson这位我也不认识你 你也不是每天在那边帮我评论的 但希望这一次你赢了奖品后会比较喜欢捞铁一点 我用钱再收买你 你看 所以2000块有点太少了 好 第二名 第一名赢2022U 这个赢2022U OK 第二名谁 Job Satoshi 这个差你email 然后他是1月7号猜的 OK 他赢的是我们的分析软件 OK 所以是HPC软件 这是我们自动设备软件 刚才我再跟大家讲解释什么鬼来的 OK 这是卡尼研发的软件 这个你们可以考虑要不要买 OK 第三名 这个很难读的这个字 我不会读 但你是1月21日猜的 你叫你的email是A送 你获得两本老铁的书 只是目前老铁没有办法帮你亲自签名 以后有搞一些线下活动 再请你过来签名 所以恭喜全部的赢家 恭喜全部的赢家 恭喜全部的赢家 我之后应该每一个季度也会搞一些猜奖的一些活动 给钱把你们收买过来 收买人心 你看用钱是最实际的 这几个月用钱把你们全部收买过来了 好了 感谢大家参加我的活动 然后这次共有800多个人参与这个活动 然后三个人中奖 第一奖2222个U 恭喜你 所以改次还有这些活动 你们记得多参与 你们越多人参与我的话 我越常办这些活动 好不好 好了 回去看留言 看一些无聊的留言 然后我们再继续分析 OK 今天星期六了 你们给我多点时间 好了 来 猫猫每次都跟我分 都报个评论的 来 拖衣版是妇女最伟大的发明之一 你们昨天可能我的讲解没有够的明晰了 我说以前有其他的越南女朋友 现在我很专一就一个 不要误会 现在我是专一的 真的我感觉不要太过乱七八糟 私生活不要太乱的话 其实每天的交易 每天做任何事都比较容易集中精神 然后会做的比较好 所以那些有搞外遇的 有搞什么小三 你们就快点醒过来 快点回头思案 要学老铁一样 回归正路 OK 所以我现在没有第三者 所以现在是蛮专一的 然后挺开心的 目前 OK 所以我应该暂时不用跪拖衣版 老铁要不要跟女朋友一起拍照 什么意思 我家的越南外劳都跟我说越南女生 比较爱看钱 我的回复是其实每一个国家 也是有很多女孩子也是看钱的 如果今天老铁是一个女生 我又很漂亮 又很性感 我肯定也是爱钱的 快点跟一个男的结婚 他成功了 你跟他结婚 结婚跟他生一个瓜 生完一个蛙就跟他离婚 那你就马上就走那个easy mode了 直接生活就很简单了 但每个人的价值观不一样了 但我目前我没有这个命 我只能做提供商 供应商 然后希望我找到的女生是价值观是对的 然后可以帮我养我的下一代 不会骗我的钱 把我骗到我变穷光蛋 但我也不担心 因为我有这个YouTube频道的话 我真的今天我的财富归零的话 我还是可以从这边开始再建立起来 这个是我的信心 所以也不要说什么越南女孩子爱看钱 什么中国人女孩子爱看钱 什么马来西亚女孩子爱看钱 每个国家 每个人都是往上看的 所以往前看 我觉得是正常的 然后每个人的价值观不一样 但也不代表我们每个人 是遇到的都是不好的人 对不对 所以我们听事做好事 应该会遇到好的人 但如果已经结婚了 就不要想那么多的 好好经营你们的恋情 以后我要搞爱情保卫战 你们有没有看那个挺好笑的 好来 对我想问一下吃点蟑螂 影响我开法拉里吗 还ok 前几天我吃了很多蟑螂 然后我去耕田 开车去耕田 不懂叫什么车 然后没有什么意外 没问题的 所以你们可以尽量的去开你们的 法拉里 无聊的行情 老铁愿意出来卖屁股吗 我其实还在想要卖什么价格 然后我也不想卖给王太太 所以如果有那种名模美女 我会考虑了 如果价格对 因为我赚来的钱全部给女朋友 给老婆 给全世界 所以我是很愿意付出的 只要那个女孩子够漂亮 然后 我看你这个样子 估计卖不出什么好价钱 还是乖乖的认真做视频 你在讲我的死于远 卖不出价钱是吗 你说的对 我就是这张脸 本来想去做鸭的 都没有什么人要买 没办法出来搞视频 有一天搞火了 那就幸运 好啦 好啦 回去看分析了 谢谢你们每次给我蔬菜 给我讲废话 越多搞笑的 我越喜欢 你们尽量在YouTube下面帮我留意 好不好 我求你们 我跟你们上香 好不好 好了 多几个 来 UNI Link Luna OK UNI 全部都是底部开始上来的 所以也不要太high 上来的话 到了一些阻力的话 不知道能不能克服 不能克服的话 还是继续会贬值下去的 OK UNI现在最重要的阻力在这里 所以给它拉一拉 拉到它爽的时候 来到可能14块2左右 这里 拉到这里 不懂能不能突破 RSI到达超卖了 很有可能还会被市场制裁的 所以不要太high 暂时不要太high OK 有多段持仓 还没有进场的就等待 因为现在你在不高不低的价格 进场 你没有优势 你等到有优势的价格 再进场 什么是有优势 如果要做多 等待支撑 然后昨天这个level 我说很多币昨天支撑很好买 看你敢不敢买 OK 你敢买 你今天赚百分之差不多13的左右 OK 有你 来link 今天有点啰嗦 但没办法 你们要怎么讲 你们要忍一忍 OK 这个link这里可能是一个支撑的 然后它开始在上拉 只要突破18块2的话 会继续的拉 可能回到22块4有可能的 22块以上有可能的 所以不要太过急着去空它 我觉得这一波有你有的拉的 OK 以形态的角度 这个是x的话 这个是abcd 886也是在22块左右 就在这里了 所以以形态的角度 与去视线来看 都是可能会回归22左右 OK 22以上左右这个level OK link 然后luna. luna OK底部开始拉了 这个没有完成 螃蟹就直接拉了 没办法了 那错过了 OK 那接下来怎么看 我觉得这一波 Luna应该走一波蝙蝠 应该不难的 OK xabc上去886 这一波Luna继续的上拉到67块 半左右应该不难的 OK 有多单的话继续持仓 我觉得应该是不错的一个选择 OK 这几天讲DOT 18块以下的DOT 记得吗 记得吗 OK 现在拉到多少钱了 20块了 OK 有赚钱的话 恭喜你来给你花絮 算了 算了 花絮来了 OK 这一波DOT 讲了一个礼拜了 会拉到差不多22块以上左右的 继续的持仓 我觉得上拉到完成 这个螃蟹应该不难 在24块左右 OK 这边有个鲨鱼 讲错了 上拉到886的鲨鱼 应该不难的 OK 然后SRP来留言区很多人问我SRP 我说多多多 这几个礼拜我都讲SRP 可以多的 终于开始拉了 OK 这个是双形态的一个level OK 这边有一个圣加特里 有一个鲨鱼 在这个level附近 终于拉了 终于拉了 所以也不要太嗨 这一波鲨鱼走一个目标一应该不难的 所以目标一是C到D 走一个0.5 至少去到78 78后再考虑要怎么样去干它 然后最后两个了 TOTAL 我就做完了 然后继续去干活了 OK 先讲TOTAL 因为昨天我说TOTAL到了支撑会反弹了 所以准吗 我昨天说的level在1.67 我说这一波去到1.96 所以继续给它拉多一点 应该去到至少去到1.96 所以继续给它拉继续加油 如果再调整下来继续看多 那个网上有蛮多这些什么 有些财经主播 他们就说K线是白吃完了 只有没有能力的人在那边讲K线 我超级不同意 有戴面具的你知道吗 所以他有时候讲话有点蛮好笑的 挺有趣的 但有时候他在那边酸人 他那边酸提亚飞沫 所以我身为一个K线的一个主播 我是觉得K线一定有他自己的价值的 然后他自己你们自己不用 不代表他没有效 有些人用了没有效果 也不是因为K线不好 因为你们的技术可能不到位 所以我其实蛮喜欢看他们损来损去的 我这边我不损任何人 我只是看到什么 我就分享什么 不想叫什么敌人 但我就努力把自己做好 希望跟随我的朋友都可以赚钱 这是最好的一个传播工具的 跟随我的人都赚钱 你们分享给更多的朋友 我的粉丝就会继续的增长了 这个月我的目标5000 其实5000一定会达到的 只是我希望在月中之前达到5000 你们可以帮我吗 现在多少 现在4317了 所以有你们的帮助 应该有办法 在2月15日可以到达5000吗 求求你们帮个忙给老铁 OK 来啦 最后一个total total2看一下一样了 趁机讲多点废话 做一点宣传 因为total2应该阻力破了 上拉到886这里不难 所以total2我觉得会去到 1.169 1.17左右 说到这了 希望你们这几个礼拜 看到我的视频 过年我还继续的更新 你们都有开始赚钱 然后有赚钱的 记得帮我留言 喜欢老铁的也帮我留言 讨厌老铁的也顺便留言 随便好吧 OK 明天再聊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